还请殿下 圣明决断 整肃朝堂 永绝后患 各位言中了 养兵之事 另有引擎 此事 实为本王授意 近年大魏屡犯边境 边关告急 本王甚感担忧 随命靖陵王 督见一支精兵 密练战术 以次时日匿名惊人 故而 靖陵王才密令陆远督办此事 殿下 此事干系重大 莫要感情用事啊 事关朝本 本王怎会感情用事 自令 靖陵王刘亦轩 则鸿湖之地 招募勇士 训练精兵 以备战时所需 此为机密 这就是本王 留给靖陵王的密令 本王之所以不发明令 就是为了暗中筹谋 以防泄露军机 各位 还有什么怀疑吗 殿下 殿下高瞻远瞩 为保大宋 疆土安稳 真是 身谋远虑啊 但是 本王虽受益 靖陵王养兵 却给了一些人 从中余力作祟的机会 贪赃王法 私助悬体 东窗事发 又不惜残害沈家忠良 简直罪大恶极 陆远 你可知罪 殿下 带上来 江东王 这鱼齿剑 你不会不认识吧 陆侯坚 本王实在是瞒不住了 不但如此 本王还怀疑你有不沉之心 精兵虽有你练 但不是你的私兵 你竟敢无诏调兵 兵为健康 意图谋逆 殿下 这封调兵密函是伪造的 这密函上有你的官印 你还狡辩 来人 殿下 殿下 这个密函是我所写 官印也是我所干 私助理器兵为健康 乃下官所为 与陆户军无关哪 殿下 自从殿下 追查住房起 下官日夜难安 唯恐东窗事发 故人一身糊涂 召集竞兵兵为健康 是 是下官的错 都是我的错呀 殿下 当时远儿 正在庭外审 审庭章父子 他哪有机会调兵啊 都是我依人所为 请殿下明察 殿下 所有一切都是我依人所为 下官甚至罪打恶机 无可辩驳 请殿下 赤罪 都是你义人所为 殿下要是不信 可以到府上搜查 这些年制造兵器 离弃的帐幕 都在下官的书房 往来帐幕 所有的钱资 都在下官的名下 陆户军 毫无知晓啊 陆颜帝自知罪名 还请殿下 公正决断 还请殿下 公正决断 将陆颜帝 押入庭位 可不得 布依人 都下去吧 下官告退 下官告退 这不是醉居的陈酒 还好 这醉居的酒的味道 我还记得 江东王还欠着咱家三千亩粮铁 你把书房里那柄宝剑取下来 后面有个门 那里边 可都是你爹珍藏的宝贝 儿子不孝 月儿啊 收手吧 这次爹可以救你 可下次拿着这些钱踏实地过日子吧 这些钱踏实地过吗 你把书都隐得 那帮你现在呢 这些钱踏实地 cinq 老前寡慧 忠信可久安 天道亥赢 好胜这次 天道亥赢 好胜这次 老前寡慧 忠信可久安 愿而珍重 老爷回来了 长公子 小心 小心 将军 慢点 好 好 122 10 11 11 122 11 11 我回来啦 回来就好 芝儿 芝儿伤苦了 没事 娘 我回来了 嗯 公营将进随匪府 芝儿 长大了 能领君了 往后要像你大哥一样 保江为民 进攻立业 谨遵爹爹教诲 都起来吧 来 李哥 多亏有你 爹 千万别这么说 好了 我们一家 也算团聚了 大哥 这次我可是立了头狗 傻小子 这次全靠你了 你还能够 谢谢有你在 爹 娘一早就给你们准备了汤圆 再不吃可就要凉了 对对对 汤圆汤圆 团团圆圆的 吃汤圆吧 来 进屋 进屋 来 进屋吧 爹 我拆着你 爹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